中国这艘弦号5901的海警船全长165公尺 海水量1.2万吨是全世界最大的海警船 被形容为怪兽船 立刻引起菲律宾高度警戒 怪兽船齐门踏户距离只有732公尺 菲律宾海警广播警告 但中国不但没回应才下谋民国恐吓意味 非国官员回呛马尼拉不会被吓倒也不会撤离 因为从4月以来中国被爆出疑似在仙兵郊填海造陆 非国的马格巴努亚号就一直驻扎当地 不过中国网友隔通犯化 菲律宾产生错觉 以为在仙兵郊待得越久就能耍无赖 虽然北京当局还没针对怪兽船下矛停泊回应 但中国此前频频翻摇 菲律宾联首美国侵权挑衅 不满美国在菲律宾军事部署 中国大动作回应 南海冲突延烧势必牵动地缘政治角力 先来看一下台湾的渔船 被中国的海警以说休渔的期间 台湾算是违法捕鱼 把我们的船给扣押走了 这时候我们昨天连线了 澎湖的渔业相关的理事长 他说过去中国不会这样抓人 只要台湾的船不要过中线 其实都是没问题 这也使得大家在想 中国的渔民也很爱捕鱼 他们在休渔期间难道中国渔民就在家里睡觉吗 显然不是 而他们休渔期间受害的不是中国海域附近的鱼 而是非洲海域附近的被他们捕光光了 目前中方的说法是该渔船违反了伏计休渔的一个规定 但其实船东许国文就说了 其实被带走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预警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说 中国人的个性真的说不捕鱼就不捕鱼吗 错 中国现在不捕 所有的渔民千里迢迢跑到西非去了 最近非洲的狮子山共和国 这个国家性跟各位说国力比较弱 狮子山共和国的渔民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就说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的海域的渔获量怎么会越来越少呢 结果卫星一定会下去 哇 黑了啦 气了了 为什么呢 全世界各国的渔船都来 其中75%的渔船是中国的一个渔船 而且都是用大型的一个托网 然后他们的人就说 他们的船那么大 我们的船这么小 他们都做非法的行为 我们真的是拿他一点皮条都没有 好 四十三说完之后 我们来说塞内加尔 非洲很多人是相对穷的 所以他们是划着木船 划着木船 小型的渔船 做整个所谓的手工的一个捕捞 中国远洋渔船呢 小台的两三千顿 大台的七八千顿 就一趟路千里迢迢过去 中国远洋渔船 它一周的渔货量 可以比当地一年的一个渔货量 中国渔船在塞内加尔的 非法的渔货量 四万顿是当地人的1.5倍 人家说这是不是叫亲民的 对啊 中国禁渔啊 那我到哪边去呢 我就到西非去抓了 那目前我们来看 中国所有的一个海域 现在正在所谓的伏济修渔 对不对 西非的塞内加尔 扣押了七艘 遮嫌在塞内加尔水域里面 非法捕捞的 中国脱网的一个渔船 那这个整个损失 真的非常的大 造成西非23亿的一个经济损失 但你不要认为说 中国的传统都少 其实很多非洲 他们这些的执法人员 他们有几种不同的做法 例如说长官说 一定要抓回来 他们就去抓 那他们呢 其实执法人员出去的时候 中国渔船上去 身上都带美金 那带美金的时候 这些执法人员上来 很多人看一看 他们就下去了 也不了了之 那各位 他会带什么下去呢 很多人 他们就把美金给带走了 那现在呢 越来越夸张 我们来看 西非的毛利塔尼亚 这个地方出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东西 叫章鱼 那章鱼的话 因为我们台湾比较少 日本人吃非常非常多 那最近呢 中国就说 哇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一个章鱼啊 所以他们就非法过去 轻硬抓拼命抓拼命抓 那卖章鱼 各位都知道 日本有一个传统的食物 叫章鱼烧 他们认为章鱼烧里面 一定要有章鱼 这个是很重要的 结果各国都在抢章鱼的时候 现在的价格是飙涨的 现在好多日本人说 怎么会这么夸张 现在的章鱼烧 居然比河牛还要更贵 但是我看到这则新闻 我也是吓一跳 因为章鱼其实在台湾的话 价格跟河牛还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各位就知道 现在被烂捕捕到什么地步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拖网渔船拖过去的时候 是寸草不留的 所以拖过去之后 如果一烧拖过 两烧拖过 这整个海洋资源 全部都会干掉了 我们刚刚跟各位谈到 中国的渔船在整个 所谓的非洲捕鱼也就算了 现在他们的人抓啊抓的 抓到整个日本去了 发生什么事呢 中国人现在很流行叫赶海 什么叫赶海呢 跑到海上去 看看有什么海鲜 就把它给抓起来 那你在中国赶海 那没有关系 那是你们家的事 可是很多地方是不能够赶海的 为什么呢 你要符合当地的一个法规 也要符合当地的一个资源 最近日本人就很受不了 为什么呢 中国的一个港海 现在他们就到潮尖带 检石所谓的海产生物等等的 结果他们抓也就算了 还在小红书 还在抖音上面说 你看你看你看 我抓到一只龙虾 你看你看你看 我抓到一只螃蟹等等的 好多这种画面 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但先跟各位说 在日本这些是违法的 毁灭式的一个盗抓 现在包括大只等个螃蟹 包括了所谓的一式龙虾 让你们中国人这样抓 现在连整个日本人都非常的生气 好这是中国对世界各地的 渔获的掠夺 居然在日本海岸 也有赶海这样来捞捕一些 珍贵的一个海产 那我们来看看中国 其实有一个法令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发生 好像即便是有争议性的案件 也是三天内火化 所以有些年轻人走了 家长觉得可能器官 孩子的器官被盗了 但三天内把什么东西都烧光了 证据早都找不到 我们有一位台商 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 这是台湾的 在成都设立的 乌木博物馆的创办人 生意很成功 但是想要把钱 慢慢地挪回台湾 尤其他有一些乌木的雕塑 是很值钱的 就弄不回来 心情不好 没有想到又发生了死亡事件 家属在台湾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验尸 所以现在到底事件是怎么样 真相只能沉入大海吗 这个卢宏杰这个台商 其实他这案子真的是 非常的疑点重重 怎么说呢 第一个 他突然的死亡 根据当地的传回来的说法 包括事发的照片什么的 都是指向说 他是因为乌木掉过作业 然后被压死 好 可是呢 大家会觉得说很多疑点重重 第一点说 那个三天内火化 根本让这些台湾的家属 完全没有办法反应 这一点我解释一下 中国大陆确实有规定 死亡后三天要火化 所以我们看了非常多 就是台湾的这些朋友 或者是外国的人 在大陆呢 不管是因病死亡 或是意外死亡 那他们这三天就烧掉了 所以说呢 你要在这个整个死亡之后 你去说香焰 是不是有药物反应 是不是 根本没办法查 完全就是会 现出会中壮 所以三天火化 没有例外状况吗 比如说这个 死因是有这个疑问的 但是他们这个地方 就会存在疑点 因为台湾这边家属会认为说 那事情一发生之后 我们当然会怀疑说 我们一定要经过 香焰 然后化验 到底除了说 你说是吊挂意外 那有没有药物反应 有没有被人家下药 或不是昏迷什么情况 会不会是死掉之后 才被人家加工成 意外死亡 到底怎么样 完全就会让你发现出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呢 到现在为止 台湾的家属说呢 只有火化证明 没有死亡证明 一般像我们以前处理过 有台湾人在大陆过世 通常来讲 死亡证明会有 然后呢 火化证明会有 那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你可以把骨灰带回台湾 好 那这个部分 就会让他联想到 很多的一些 你说巧合也好 让他就怀疑也好 因为这卢宏杰呢 其实他呢 之前在成都 经营生意非常成功 尤其是 他最轰动的是呢 他在2000年的时候 设立这屋文博物馆 里面的馆藏呢 如果按照整个市值去算呢 几十亿 台币应该是有的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这种高级的 高级的这种 算是木材 乌木它是那种地震之后呢 洪水地震之后 把那些木材压在底下 地里面之后 碳化之后 挖出来 这个硬度非常高 这个乌木呢 是可以沉到水里面的 它这是国宝 为什么 因为以前人家说呢 黄金万箱 不如乌木一方 也就是说 一根乌木的价值 可以抵上一箱黄金 所以走路的时候 抱着乌木跑 还比带黄金 还要划算 所以说呢 这个博物馆呢 因为做得很好 它被列为什么 列为成都的 科普的教育基地 那他呢 为什么想要离开 因为呢 他两年前 他儿子过世 原本他把这个位置 传给他儿子 他儿子死亡也很离奇 是呢 糖尿病在宿舍 发现身亡 你要知道 糖尿病是个慢性病 糖尿病要变成 突发疾病 然后死在宿舍 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因为他儿子 长期服用糖尿病药物 他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他有跟他家长 回来过年他说呢 他想要撤退 想要从中国大陆 把说资产移回台湾 他甚至想说呢 用借展的方式 因为这些乌木 都被大陆认定为 是国宝级的乌木 那你要把它弄出来 很不容易 他想说 那我还借展 而且借到台湾来 好像很敏感 不然我把它借到东南亚去 借到东南亚去之后 再把它运回台湾 东西都出中国境内了 他想了很多的方法 可是都没办法 他甚至呢 他想说 把这边结束掉 卖掉 可是价钱也谈不容 好 那而且当时其实呢 成都当地已经发现说 他可能有异样 所以一度是要把他的 这个乌木博物馆的 馆长身份 要把它拔除 就让他不是 博物馆馆长身份 他就没有权利 去处理这些 乌木的这些资产 好 结果呢 让他觉得 遗期在哪里呢 就是他死亡隔天 收到通知 他的就是 馆长的身份 获得了保留 好 这一点会有什么 这样的后果呢 馆长死亡之后 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是 重要重点国家乌木 收归国有 但是呢 到最后 我只能说呢 四个字会不了了之 对 为什么 这个真的很难 没办法查了 没办法 就像我一个朋友 他呢 他的先生呢 在大陆坠楼身亡 而且他那个 一点一样重重 为什么 他说呢 他呢 跟他先生在 出案发前一天 他还打电话回家 跟家里面的 家里面的老婆小孩 有说有笑 隔天就传出说 他在工厂的坠楼身亡 不太可能 因为如果说今天一个人 他的事业没问题 他家庭没问题 他在中国大陆 也没有被传出说 什么有感情纠纷 金钱纠纷都没有 都很正常的情况之下 怎么人突然就亲身 那大家会想不到 那一样 当然会想说 是不是被下药之后 推下去谋材害命 一样哦 三天火化 根本 你说想要主张 要厌尸什么的 没办法主张 人赶到当地的时候 就烧掉了 好 烧掉之后 那OK 人过世了 总是工厂 公司资产 总是遗霜 要把这些东西拿回来 他自己 他老公的遗产 结果后来发现 他的整个 他公司当初 这个台商 去打拼的时候 公司登记的时候 他是把人代表没有错 可是他还有其他的股东 是当地大陆人 因为其实你到当地去 你不要跟大陆人合作 你要在当地推展 是很难的 他就发现 他老公过世之后 公司呢 这些底 他们底下的股东 伙同部门 很多的这些经理呢 把公司呢 拆分掉 这个业务拆给瑞德哥 这个业务拆给 就是敏欢哥 然后整公司变空壳 那资产也被拆分 那当地政府呢 有些东西就被当地政府收走 所以他就一头大象呢 就被分崩离弃 到最后是一个空壳子 纵使拿回来呢 也拿不到什么东西 他就这样子 这个整个人的所有的产业 包括性命呢 通通都交在那里 这是你朋友的案例 对 这我朋友 人没了 钱也没了 对 人没了 钱也没了 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